HELLO 大家好 我是Yo哥 I'm Yuga 娜塔雅在法師的出場排行榜裡面 他是第二名高的喔 老實講啦 我真的有點想不通 為什麼這麼多人玩娜塔雅 你看我在打排位 看到娜塔雅出場的機率 可以說是千分之一吧 一千場只會看到他一次 就是那麼的低喔 大家也可以留言分享一下 你們喜歡玩娜塔雅有什麼原因 有可能就是因為他前期技能很痛 然後冷卻很快 但你們知道令月其實跟娜塔雅 我覺得蠻像的啦 但令月真的比娜塔雅強很多 話說令月他並沒有在排行榜裡面 官方不放 我也沒辦法 都出那麼久了 那剛剛去亂了趙雲的藍區之後 這朗博一直跟我打架 我想說我賺到了 朗博要被我單殺了 沒想到後面這麼多全家大小 為什麼那個阿萊腳底下會有藍buff 難不成他要扳到我們家的藍buff吧 這麼兇的嗎 我覺得娜塔雅他在前期真的很強 但是不能沒有隊友 娜塔雅一打一真的沒問題啊 能在前期打贏娜塔雅的角色真的不多 除非娜塔雅自己一技能手殘 放得很歪 不然他很多角色都打得贏 像我剛剛殺了麥克斯 就是再殺一個趙雲不過我這個趙雲頭被剪掉了 反正娜塔雅他在一打一的情況下 真的是超級強的 很強很強 可是他真的很怕被圍毆 你懂那種 我可以很兇 可是如果今天我被圍毆 隊友都不幫我的那種心情感想嗎 吃完一波中兵呢 再來一次陸藍 這次的藍buff 我沒有搶到 但是那個趙雲會怕吼 欸 有個阿萊 就有麥克斯 到底為什麽對面的資源這麽快呢 阿萊這個榜我也無解 好啦 我只能說啦 死掉的人 是沒有說話的權利啦 欸 說太多話 有時候大家就說 啊 你自己抖這麽深 確實我覺得娜塔雅 他在前期很強勢 我一定要發揮出他前期的優勢 如果我拖到後期 我講真的 娜塔雅就沒有那個優勢了 那這邊再次被阿萊榜 可是阿萊只有一個人 你綁我 又 如 盒 娜塔雅單殺的能力 真的沒話說 很痛 我幫娜塔雅阿 說得這麽強 當然他的缺點 真的比他的優點更多 我們就講 娜塔雅他沒有位移技能 他要去追擊人家 或者是逃跑的時候 我就只能依賴我自己帶的瞬移 所以在容錯率方面呢 肯定是比 有位移角色的 還要再更低 好那這邊上路呢 再來抓一隻趙雲 可以看到娜塔雅真的傷很高 然後這邊還有一個麥克斯 我最喜歡那種一個一個 來跟我打架的了 但我最討厭就是 有三四個大漢 圍在我前面 圍毆我的那種 我最討厭 娜塔雅就是前期呢 有冷卻的裝備 出好出滿就對了 趕快把自己的冷卻弄到40% 因為40%之後 只要你一技能都命中的話 你一技能是可以零冷卻 一直放一直放一直放的喔 就是這麼誇張 但前提是你手不能殘 你只要在團戰殘那麼一次 娜塔雅很有可能 就會被人家反殺 就是這麼直端的角色 中路清完兵線呢 我們再去藍區看一下 因為我完全不怕趙雲 我只怕他有隊友 這邊藍buff還是沒搶到 這個趙雲 他的制裁 制得很好耶 我再往下路走 看下路有沒有架可以打 那這個阿萊呢 我真的蠻怕他的 我怕的不是阿萊這個人 而是怕他旁邊有隊友啊 萬一我被綁起來 我就被圍毆到死了 什麼技能都放不出來喔 這邊瞄準阿萊 最後 哇這個音音空了 最關鍵那個音技能空掉 那也沒辦法 那跟著隊友推個塔吧 吃個龍 然後中路再吃個冰 娜塔雅大概是這樣啦 如果我旁邊有一個那種 比較強勢的輔助跟著我的話 娜塔雅前期真的很強 像是有一個瑞克輔助 都是不錯選的 或是非類其實都可以 其實伯頓那種也可以啦 就是可以幫我控制 牽制 都不錯 真的 那這邊我技能有點空 所以只好開著大招 補個傷害 雖然我沒有一個 很強勢的輔助 但我一個人 老實講 也過得蠻好的啦 凱撒路 中路 魔龍路 我都有打出 娜塔雅的強勢程度 還不錯喔 中路的塔也推掉了 這個朗婆 討皮癢 我們就打他 蠻開心的 一技能有中的話 真的是零冷卻啊 那因為我娜塔雅法師嘛 點他比較慢 所以就是 牽制一下朗婆 讓炮車去推塔啦 我的策略是這樣 能推多少是多少嘛 我再往下路走 看下路有沒有什麼東西 我們這一場的輔助是芽芽 多麼希望 如果芽芽跳在我頭上 這個效果好像更好喔 那我本來想要吃個藍 但是看到阿萊走過去 我就很怕了 對 很怕被他綁啊 他旁邊都是隊友 喔 阿萊不是綁我 打他 我們打他 我們揍他 可是被阿萊很殘血跑掉了 這個趙雲呢 我也完全不怕 你看 娜塔雅那個一技能 凌冷卻狂放耶 再回頭看一下 喔 特爾怎麼死了 剩下一個芽芽 我救得到他嗎 我們先打這個特爾好了 這邊空掉了 不過中路的這兩個人 我留得住嗎 這藍伯怎麼不跑 還在給我清兵耶 真的假的 他旁邊那個麥克斯都跑走了 這藍伯 好啦 他清完兵 我們確實沒辦法推他 好 這個藍 該給我了吧 我想要這個藍啊 講真的 娜塔雅的好藍量 我覺得算低耶 因為我看到有人 我就狂丟技能 我也不會到很缺藍 對不對 完全不會 所以藍buff 我覺得可吃可不吃 因為本來我們的裝備 就是有出到40%的冷卻 所以其實還好 那我剛剛交了瞬儀 因為塔打我 我很怕塔打我的期間 被阿萊綁住的話 我真的會被塔打死喔 那中路的塔也推掉了 這個朗國 這麼覺得他好像完全不怕我 應該說到了中期過後的娜塔雅 他的強勢程度 真的沒有前期那麼的高 但技能傷害還是很痛啊 我剛剛大招打死了阿萊 然後就看到那個特爾在射 我們就給他一技能 然後再給他一技能 呵呵 但很多觀眾可能會說 啊 優哥啊 你這場17比4耶 大順風 當然你娜塔雅隨便玩 隨便技能都能中啊 對啊 就是因為大順風 你才可以完成這樣 但是 會講出這些話的觀眾 你們有沒有想過 大順風是怎麼來的 我前期 中路 凱撒路 魔龍路 全部都去跑線 甚至連對面的野區 我都一個人跑去 那給的壓制能力 就是給的那個載制能力 是非常足夠的 就是 就是 就是少一個輔助跟著我啦 這樣講啦 但也沒辦法 單排就是這樣嘛 輔助不見得他要跟你 他為什麼要跟你 他沒有道理要跟你啊 他想跟誰就跟誰 單排的輔助呢 我覺得沒有對跟錯啦 因為他不跟你 他跑去跟射手 他或許真的覺得 射手很需要被保護啊 對吧 那現在對面 團滅了 遊戲才9分多鐘 就結束了耶 好像有點太快了 但我覺得這麼快好 因為越後期的娜塔雅 真的會越無力 那我這場呢 輸出43% 算44% 承受傷害有37% 太扯太誇張了 我是輸出 同時也是坦克 因為那台我覺得他有一個很大的優點 開大招的時候 免控之外 還有很多的護盾 可以扛蠻多的傷害啦 而且我開大招打傷害的同時 我不是有出生命法杖嗎 還可以吸血 算是蠻不錯的出裝啦 就分享給大家 我是右哥 我們就下部影片見囉 掰掰